美国前总统林肯的遗物在达拉斯被拍卖 其中一撮头发就拍得了25000美元 约为33000新币 林肯在1865年4月14号遭人开枪刺杀 医生从他的头上剪下了这撮头发之后的第二天 林肯不知身亡 另外一封带有刺杀林肯的凶手布斯签名的信件 以3万美元成交 其他拍品还有一块带有血迹的亚麻布 一封林肯遗孔书写的信件 这次拍卖会共有300件物品 共拍得超过80万3000美元 所有的拍卖品都属于一位画廊老板